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句话说得好 处世平易添合气 欲世不及磨脾气 海纳百川阳大气 人活一世 其实就是一场修行 最终的目的是把自己修成一个大气的人 正如美国成功学之父奥利森·马登 在一生的资本中所写的那样 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内心的奴隶 不应该使一些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也许没有人生来就懂得控制脾气 但真正有敬仰的人会尽量避免让自己沉浸在不良情绪中 更不会让自己的坏脾气影响到其他人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先生的夫人 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一位地位尊崇同时又有着伟大成就的女性 哪怕是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刻 也始终保持着温和有礼的好脾气 孙中山先生逝世 讲前来调言 为了继承丈夫一致 年轻的宋庆龄难掩悲痛 却依然展现出应有的威仪 时局动乱 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遭到挖掘 以及暮年的宋庆龄强忍怒火 只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曾有记者这样形容她 这位女子宽厚仁慈 善解人意 就像一条深邃宽广的河 亲属自己的航道 不会冲出低暗 把她全部的希望和目标都输送给大海 老话讲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 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我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程大使者往往内心成熟 懂得克制自己的脾气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发脾气并不能解决问题 你要是做错了 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你要是没有错 又何必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一 赢在和气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 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的瞎妮 和气不单是指脾气温和 也指要团队精神 和气不是要你做老好人 而是以一颗宽容体谅之心 处事待人 和气致祥 顾爱其致力 曾国藩 治理相军靠的就是个盒子 对待部下宽厚仁慈 作为曾国藩 门生的李鸿章 在描述曾国藩的日常 是称 在营中 曾国藩总会等他们一起来吃饭 吃完饭后 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 这时曾国藩总喜欢讲个小笑话 大家笑得东倒西晚 先锋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八六一年 李秀成率兵 禁逼曾国藩大营 起门危困 有人收拾 戏软准备逃走 曾国藩知道后 传令下去说 贼是如此 有欲赞规者 只给三月薪水 士平仍来营 五不屑意 面对打算 气炸而逃的士兵 曾国藩并未痛下狠手 而是宽以待人 体谅他人的难处 听到这则号令后 士平们都感觉到 惭愧不已 再也不肯走了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 左帅 左宗唐言 人不敢气 李帅 李鸿张鸣 人不能气 曾公 曾国藩 人 人不人气 和气对人 才能得到别人和气相对 针尖对麦芒 两头都是伤 我们常说春风和气 和气就像是 拂面的春风 遇上柔柔的风 山会绿 冰会融 与人相交不是打仗 不用非得分个高下 论个输赢 用和气 求和谐才能取得双赢 和则未有不心 不和未有不败 二 输在脾气 脾气人人都有 但有脾气并不意味着 可以随时发脾气 如果你是对的 你没有必要发脾气 但如果你是错的 你没资格发脾气 脾气大不仅伤身 而且也会给自己的生活 添半子 如果说和气 是在为人生路 拔荆棘 那坏脾气 就是往道路上 用砖头 撒石子 乍一看 似乎无所谓 但走在路上 难免会被半个裂欠 曾国藩 早年脾气并不好 其在经任职期间 与不少人发生过争执 也得罪过不少人 曾国藩 他与他的两位同乡 郑小山 今早都曾发生过口角 所谓的也都是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结果是 四口谩骂 奋力不顾 几乎望身几亲 曾国藩也在日记中 进行了反思 与之后 人反平易 我反悍然不尽人情 恶言不出于口 奋言不反于身 此之不知 黄文其他 谨记于此 以为切解 在经期间 曾国藩 好与诸有 大名 大位者为仇 致使 诸公贵人 见之或隐蔽 致不予通袭 曾国藩坦言 我往年在外 与官场 落落不合 机智到处经济 后来改悬一辙 少爵相安 有人觉得自己 脾气差点 无伤大雅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失败 往往是从脾气差开始的 脾气差的人 往往难以与他人合作 且遇事容易冲动 白白浪费机会 在家发脾气 夫妻不喝离散 父母不欢 各自生活 儿女不喜相聚无几 心有不悦 先有往来 在上发脾气 下属或员工受不了时 虽然一时表面唯唯诺诺 撕心却触心骑驴 找马 纪元一道 抬腿表决 在下发脾气 领导不悦 同事不喜 初时开导 继而看淡 而继而疏远 再继而被处理 越成功的人 心态越平和 脾气越好 能力差的人 反而脾气大 偶尔的坏脾气 确实无伤大雅 如果你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 让坏脾气控制住了你 那么 你可能就会陷入不断的麻烦中 脾气就像一匹野马 若不懂得驾驭约束 任由他随意冲撞 势必会践踏自己内心的平静 须得小心为他戴上龙头 将绳时刻紧握在手中 切莫让野马脱疆 划错四处 伤人的猛兽 无论是暴跳如雷的怒气 独自委屈的闷气 还是满腹牢骚的怨气 都不应该积攒在心里 好的脾气是成功的一半 不合时宜的坏脾气 只会让你在人生路上 加速出局 三 修炼大气 做人要像弹簧 能去能身 忍得下苦 想得起伏 不容易的时候 服下身 在黑暗中积蓄力量 遇到机会时 懂得把握时机 一跃而起 无论顺境逆境 都能应付 能忍 能让 真君子 能屈能身 大丈夫 曾国藩一生 共自杀过三次 但每次自杀 活过来后就精神百倍 曾国藩认为 这便是能屈能身的表现 先锋五年 1855年 曾国藩率军 进攻 湘西湖口 因遭遇劲敌 湘军打不落 在此时的战事中 湘军死伤无数 船只大多被焚烧 曾国藩所在船只 也遭太平军团团围住 无路可逃 眼见兵败如山 在简难逃 曾国藩不愿成为 太平军的俘虏 于是选择投水自杀 索性被其布下 救下 经历过这次失败 曾国藩并未一直消沉 反而更加斗志昂扬起来 先锋六年 曾国藩被困难昌 太平军事如破竹 曾国藩闻春风之怒号 则寸心欲碎 见贼船之上士 则热无彷徨 后太平军 因时撤兵 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此时后 又逢曾国藩父亲去世 曾国藩上书 请求为父守治 先封帝表示准许 并收回了他的兵权 此时曾国藩也并未消沉 而是趁此机会静下心来 烦信自己 总结经验 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藩的信中表示 五兵生长尽全 在受挫受辱之时 齿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舍之遮 以存身也 人修行的最高境界 不外乎能屈能身 能身的人不少 但在受辱受挫时 能服下身子的 没有抱怨的却不多 《道德经》中说 取则权 望则知 亏则赢 必则心 少则得 多则祸 有些时候 滴滴头 弯弯腰 是为了更好的抬起头 处是让一步为高 退步 其进步的章本 带人宽一分是福 令人是立即的根基 对人对视 添一份和气 笑脸相隐 柔声细语 你会发现 许多你之前认为 难以做到的事 变得简单了 人生的路 也变得顺畅了 剪一剪自己的脾气 于是补及 带人宽和 你会发现 帮把手的朋友 变多了 生活的路 变宽了 做人要大气 由海纳百川的胸怀 忍人所不能忍 容人所不能容 能屈能伸 处事平易 天和气 欲试不及 磨脾气 能屈能伸 养大气 要想走吻人生路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和气不可忘 脾气不常有 大气不能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